以下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聲匯網立場無關 我們可以在世界上改變 一起我們可以避免獨立 一起我們可以避免獨立 我們可以避免獨立 我們可以避免獨立 這是我們的幸福 而沒有幸福 我們失敗 我們可以避免獨立 我們也請出免獨立 有錢 沒有錢 不是錢 錢在元首室 有很多人 和他生存在 但他養贏 大家好 歡迎來到陰謀背後的第八季 第十二集 拍檔 拍檔快結束了 快結束了 不是快結束了 這季節快結束了 第八季快結束了 第九季 我當然不會開啟我們想說什麼 其實我和Christielle 都已經有些想法了 第九季會做什麼 當然 我要還債的 有幾個課題 我在第八季還未開啟 例如賭場的陰謀 因為我們在會館的聚集中 我們都答應了我們的聽眾 開了很多期票 想著在第八季說的 但實在太多太多話說了 所以就沒有辦法了 不好意思 要留待第九季的時候 才慢慢跟大家分享 好了 今天大家看到這個話題 之前 當然 大家看到的話題就是 地球空心論 說真的 我想如果我們的聽眾 聽開陰謀背後 或者喜歡神秘學的話 我想沒有可能未聽過這個理論 正常都會發覺 我們的聽眾很喜歡看不同的說法 如何 我們教科書的說法 明顯地說地球不是空心 絕對 教科書是實心的 究竟現在 我當時當刻 現在我問你們的話 其實沒有一個人很肯定 可以給我們一個答案 就是地球是實心 還是空心 沒有一個答案 就算你去找教師說 他也會說 理論上應該是實心 理論上應該是實心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去 計出來 甚至乎教師說 理論上是實心 如何是理論上 在我們未講之前 也是在我們未講之前 Cristella想分享一些 她自己的事情 因為前一陣子 你們不知道 她很強勁 為什麼呢 其實她前一陣子 都是抱養的 甚至乎在陰謀會館 她一個聚集的時候 除了她自己本身很忙 也有些比賽之外 其實她那段時間是抱養的 戴上了口罩 上去會館聚集 有些奇怪的經歷 很棒 那天結束之後 我當然不看醫生 你發燒 好像她說 你發高燒 之後發了高燒 但我看醫生的時候 她就說 你沒事的 都不是什麼 virus感染的 你沒事的 你說得好像 我給你解決 那些symptom的東西 你吃就可以了 我那時候很累了 沒有理會 照給錢拿藥的走 一回到家 一打開 醫生給我一克的paracetamol 一克 各位聽眾 是一克 可能那些人 沒有想法 一克很輕 記住 如果paracetamol 一克 是maximum dose 對 我告訴你 有機會那個人 真的一睡不振 一睡在這裡 可能他睡幾天 因為中國人叫做 那些藥很散 其實那一隻藥是很散的 我告訴你 吃了之後 開網煮這條菜 你真是不吃 我吃了 我不知道 每一個人的體質不同 我試過 有一些情況下 吃了paracetamol 這一隻藥說 你這個人 軟奶奶 很累 不想說話 嘆你床上 可能有些人說 病當然是這樣的 哈哈哈 但我跟你說 不是 病的話 他吃完這隻藥 還更加會是這樣 不行 你睡吧 對 有些老人家 尤其是我的媽媽的背 跟我說 唉 當然 西醫就是叫你吃了一些藥 令你睡 睡就好了 為什麼要吃藥睡 你讓我請假 我睡到就可以了 我吃我連假也請不到 沒錯 他很慘 假也請不到 還有一件事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病的話 兩件事一定要做 第一 真的要休息 第二 喝多點水 這真是事實 不要那麼冷水 喝空溫度水就可以了 有些老人家都說 喝和和暖的水 暖水 可以的 喝暖水都可以的 盡量喝多點水 因為你始終 如果病的話 你是dehydrate 所以你一定要喝多點水 去補充水 和你的代謝都會快點去弄點 那些 不知道是病毒的細菌 對 那你多給你的白血球 去打才行 對 如果不是的話 你的白血球怎麼打仗 第二件事要分享 第二件事要分享 陰謀很多 好陰謀 最近我的手是電話 你有兩個電話號碼 你有兩個電話號碼 對嗎 我有兩個電話號碼 兩個電話號碼 你都有 但有一個是我常用的 最近我常用的電話號碼 有兩件事發生 首先我收到一個訊息 訊息就是知名的 Whatsapp 就是Whatsapp 即時通訊系統 你知道這些軟件 通常叫你綁一個電話號碼 就當然了 那綁號碼之餘 他還會傳回安全號碼 給你 你入了號碼才能用 對 首先我收到一個 從美國打來的電話 有沒有聽 沒有 聽不到 我本來 逛街 趕回家 聽不到 咦 美國打來的電話 我去俄州 你知道iPhone有那些號碼 會看到 我聽不到 但他留言 當然是聽到留言說什麼 突然有美國的電話打來 那留言就是用普通話說一次 你的安全號碼就是... 用普通話說 但他的訊息是由美國傳過來的 是美國的電話 區號、國家碼全部都是美國的 電話號碼當然都是美國的 然後 是用普通話說的 你的安全號碼就是... 然後就完了 我心想什麼 什麼了 因為 你知道 這些電話錄音打來的時候 如果我們是用我們的留言訊息 其實只能聽到後半節 因為前面那半節 就會在他接聽的時候 他會照片播 沒有了 那我不知道什麼安全號碼 但是有一個圖案 轉頭我就收到一個訊息 什麼訊息 訊息就是Whatsapp 傳過來的 你的安全號碼就是... 但跟錄音那個是不一樣的 即是你收到兩次了 沒錯 但用的方法不同 一個就是打電話來 另一個就是傳訊息 然後我心想什麼 我的Whatsapp還用得好好的 一無故被保證我 但這樣不對勁 我就馬上想 如果他開了我的帳號碼 我不知道你會想到什麼 我當然馬上就E-mailWhatsapp 這樣啊 那對方的reply呢 他用了一個多星期去reply我 即是一個多星期 我才收到我的reply 是 噢 你收到這個code 即是有人在嘗試 用你的電話號碼做register 蛤 對 我心想什麼 不過你不用擔心 他應該都是意外 他進不來 你還在用 你還在用就沒事了 因為很簡單 我跟Chris有分析 一次 那個用家可能真的上register 按錯了電話號碼 不對勁的 你回到我最近回想 為什麼呢 因為你入區號 你入852 對 你為什麼美國入852 嗯 都有這樣的機會 有時香港人過去美國 但問題就是 那個情況就是 我跟ChrisDale說 沒有可能兩次的 按錯 還有兩個方法發給我 還有兩個方法發給你 那大哥 現在你的Whatsapp有沒有事 沒事的 我是照用到的 用到的 小心點 真的要小心點 即是我們說一些 陰謀背後的事 不要再說 所以我一收到那個 美國來 怎樣 這麼出事 死了 怎樣也好 我不知道我們的聽眾 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但我覺得這件事 是絕對不尋常的 一次半次 就當作是 又不小心 但不可能 是同一日兩次 同一日兩次 相距是十多分鐘 不知道 真是很糟糕 不好意思 弄到你 現在被受監控 我不是應該換了電話嗎 對不起 你不應該用手 很寄信給你 很糟糕 飛鴿全書 好了 我們就 回回正軌 回到今天的話題 今天的話題 就是地球空心論 話說 我剛才也說過 如果我今時今日 和你們說 或者問你們 地球是否空心 十居其九 就算剛才Christia 所說 有個Professor 我們問Professor Professor 只會說 據這個統計也好 或者據這個證據也好 應該 應該 應該地球是實心的 究竟 怎會是空心 甚至乎 有一群 pro地球實心論的人 就說 這群地球空心論的人 就是偽科學 今集我要和大家 一一去分析一下 究竟現在 你們可以自己問自己 甚至乎 去問你身邊現在的朋友 你知不知道 地球是實心還是空心 應該大部份 九成都跟你說實心 是的 應該也是 究竟真的是 是地球實心 還是空心 有些人都有說 有些理論 有些理論 時都說 地球裏面 即是核心 是可以住人的 我說完之後 當然 我和Christie 開這集的時候 也看了很多 文章 我又 聯想起 道西基地 或者 Bunkers 我們時都說 十幾二十層 可以住人 當然 可能這些 就是人為 去掘出來 但Adam 不是 你現在說這個話題 是說地球是空心 究竟是怎樣 之前 在一百幾幾年 即是十九世紀的時候 已經有人在研究 地球有三個 layer 叫做三層 提出這個理論的 各位先生 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哈雷 哈雷 哈雷瑞星有沒有聽過 哈雷瑞星 就是他發現 他發現 哈雷瑞星 說真一句 大家都不會不知道 哈雷瑞星很出名 凡幾年我們見過一次 七十幾年 我記得好像是 我們錯過了 過了 過了 我記得好像十年八年前 地球是看到的 我想我跟你 不要說大家就大家 七十二年之後 我想都見不到 我一定見不到 那你也 等一下 我要過百歲才看到 哈哈哈哈 你要過百歲才看到 你錯 他們說得對 Anyway 所以來說 現在的情況 就是有兩批 當是科學家 科學人士 一批就是Pro 地球實心 一批就是Pro 地球空心 但是Pro地球空心的班 都不太敢說話 因為很難做 被人打壓 你不是主流 你當然不是主流 為什麼呢 我先說一些事件 或者故事 話說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希特拉當然 德國戰敗 希特拉 有人已經說過 希特拉死 那屍體 你們找到嗎 是的 屍體找不到 究竟屍體去哪裏 他claim找到的嗎 那個燒焦組 可能是 可能 但你知道 193幾年 194幾年 沒有DNA Test 是的 我剛剛想說 沒有DNA Testing 那是怎樣 我不知道 他們可不可以用牙 你知道 除了DNA Test 有些傳統的測試 就是用牙齒 對 DNA Record 你可知道 這個人 我想八九成 我都不確定 是的 我也不知道 究竟那段時間 有沒有這樣的科技 Anyway 我們set it aside 我們不要看這件事 話說 那時候 前蘇聯的紅軍 當然當然是打仗 就像剛才Chris 那樣 發現了一個 燒焦的屍體 那些人說 這個就是希特拉 不要緊 拉登也被人說 那個是斯泰拉登 不是 這些真是發神經 有一些人說 不是 原來打仗的時候 他知道希特拉 知道他自己 差不多玩完了 即是德國都 他原來率領了 最後一批士兵 去了哪裡 去了南極 不要以為Adam和Crystal瘋了 這個有幾本書 都是有這樣說的 就去了南極 為什麼 原來他們說 其實在那個時間 即是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 其實原來 已經有科學家 已經說了這件事 就是說 南極和北極 都有一個大洞 而這個大洞 是有一條隧道 即是不要說隧道 即是有一個入口 就可以入到 一個地下的城市 而Vitcher斯 地下城市 就是正正我們說的 地球空森林裡面 那些地方 先不說 他們 是不是真的 碎進去 但是科學家 又有先見之明 即是不說裡面是怎樣 但是 1960年的時候 有人造衛星 拍照 又真的被拍到北極上面 有一個大洞 是很大的 不過是這樣 那張照片 是拍完之後 被人放下了 沒有人發表過 直到後來突然有一個 不是那麼高級的 研究行 有張這樣的東西 是這樣的 我收到一些資料 我收到一些資料 就是什麼 有幾個人 看到那張照片 這個就有一點 有趣的說法 就是什麼 這是一個臭氧層 來的 我們為什麼 因為現在 我們有一個所謂的 溫室效應的現象 就是因為我們的臭氧層 穿了 這個北極 就是那個臭氧層 那個洞來的 那北極應該有癌症 是不是 很合理 這個理論 這個真的很合理 那究竟是怎樣 當然 我再放一張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究竟 你們覺得 那個臭氧層 那層的東西是穿了 還是說 真的北極 真的有一個洞洞 這樣 可以去到一個地方 那 現在的情況 就是 記住 現在我們2015年 其實 六七十年前 或者七八十年前 已經有人說 地球的空心論 但好像很奇怪 一件事 就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希特拉死了 甚至乎 希特拉戰敗 甚至乎 說到一個問題 就是 希特拉不是戰敗 他撇了 撇到了一個 地下城市 但是為什麼要在 二次世界大戰上說 還有一件事很奇怪 就是 有一條人 叫做恩斯特祖代爾 寫了一本書 叫做 《飛碟納粹秘密的武器》 一個 question mark 這個我自己翻譯 它就是 UFO 就是說 是不是一個secret weapon 在一個所謂的納粹黨裡面 作者 在這本書裡 就是說 原來希特拉 真的登陸了一個潛艇 這個潛艇在德國 去了阿根廷 在夏根廷之後 再逃亡到南極 然後 在一個通道 或一個洞穴 他認為是一個 cave 就是 去了一個飛碟的基地 很簡單 現在來說 就是在 加拿大的安達略省 有一個叫做 空心地球研究會 都認為 他是真的走進去 這個我看回來 不要以為Adam瘋了 剛才我說過 空心地球研究會 對了 就承認 希特拉 和一隊的精銳部隊 就去了 這個地下通道 他們說 連了幾千個科學家 對了 這個就很奇怪了 這個幾千個科學家 應該慢慢說 現在地球的空心論 話說 加加賣賣 剛才我說 有科學家以來 就說了六七十年 原來再追溯 再遠古一點 原來已經有三四百年的歷史 是的 基本上 究竟是不是 這個地球空心論 很多科學家 就說 你們是違反科學 是荒誕絕論 沒有可能地球是空心 你又怎樣看 其實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空心論 我們待會逐個講一下 但如果你是違反科學 為什麼哈雷會提出問題 哈雷在1692年 是啊 哇 計算一下 幾百年前已經說過 很有趣 他計算過 地球上的資源 理想上應該不夠 那麼多 我們地深多幾層 就可以了 還有一個很大原因 就是磁極的問題 磁極 他就發現不對路 跟我們Rotate的位置不同 沒錯 有磁偏角 就發現 裡面一定有其他東西 沒錯 剛才Christia說的磁偏角 我真的要多謝 其實我們的現金科技 都要多謝哈雷 這個 他全名叫做 埃特姆哈雷 這一個人 當然 剛才Christia也說過 哈雷瑞星的一個 發現人 不是發現人 發現人 發現的人 不是他 說了地球有三層以外 他發現地球有很多磁場 不僅是North Pole和South Pole 因為有不同的大小 對 大家可以看到 譬如有些 網上有些照片 有些Dot Dot 有些虛線 環繞過地球 很多的圈 其實都是他發現 很多他們發覺 地球不僅是North和South Pole 原來有很多磁場 而位置和強度 亦是不斷的變化 所以剛才Christia說過 這個磁偏角的理論 現今的航海 航空的科技 其實都是基於Fury 做出來的 甚至是生物 也有這件事 即是白甲如何適應路 甚至有人說 冬天 季後鳥就要回到南方 這些都是用了 他們當然有他們的感覺 感覺到磁場的變化 其實是跟著磁場飛 沒錯 當然我們人類當然不可能 不知道磁場在哪裏 就是不用磁場針 沒錯 我想問一下Christia 整件事來說 幾百年 我們應該說 兩批人都是科學家 我不可以說空心論 那一批人不是科學家 兩批都是科學家 一批是實體 一批是空心的 你自己偏向哪裏 其實我沒有一個實體 當然我讀書的時候 那些人當然是教我實體 但是空心有個說法 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 去說空心 除了持偏國之外 另一個說法就是 地球的重量 科學家花了很多年 才能找到 說實話 地球多重 沒有記錯 6億kg 我要先對一對 不是肯定 但是它怎麼計算出來的呢 就是本來是用引力計算出來的 因為兩樣 只要有重量的物質 它都會互相吸引 它們只是計算這件事 用了百多年 為什麼 因為不夠精密 它們本來是學池場 一陣子放在一起 會黏在一起 原來兩個Mask 都會黏在一起 但力量是小很多的 那你就要計算出來 很多不同的計法 其中一個計法 我告訴你 就是在懸崖上 綁一個懸球 掉下去 我明白 然後看懸崖那座山 和球體 吸引了多少 那當一個角度 我就知道有一個力量 有一個力量 我們就可以找到那個重量 其實這個也很合理 又不是真的 天馬行空 是合理的 但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角度小也想不到 又是 你想想一下 你走到懸崖邊 拿著懸球 然後放下去 是 它吊著懸崖的 你要自己爬上去 然後垂直線 差多少 還要跟懸崖壁 那個邊 要 parallel 就扔下去 那究竟他們那個 所謂的差多遠呢 那個distance 是的 其實是小到讀不到的 這個 你們慢慢 如果有些 聽眾 有些厲害的 數學家的話 麻煩你幫我們計一計 真是說真話 我先說一下哈雷 因為我們現在是第一節 先說一下 哈雷的空心論 它有三大的原則 三大的蝙蝠 它會說出來 就是三種主題 第一 就是 南北極剛剛說過 有巨大隱藏的動員 第二 就是 反轉地球的理論 我剛才 off mic的時候 我正好 這個反轉地球的理論 哈雷 我跟我說完之後 我覺得有點比而所思 一定是假的 一定是假的 第三 就是 空心和反轉的理論 我不知道多好 它就叫空心 slash 反轉的理論 我先說反轉的理論 剛才第一個 南北極有巨大的隱藏動員 剛才也說過 現在再慢慢可以說 原來這件事 和UFO又有關係 待會再慢慢說 UFO的個案子 給大家聽 第二個論說 就叫做 反轉地球論 什麼叫反轉地球論 嘩 正啊 這個 這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地球 其實是一個空心的球體 大家用 你自己的 去想一想 好了 你開始說 可能小時候 應該是空心 或者想一個Bubble OK 那 在Bubble的中間 就是太陽 然後 我們就在Bubble 你就是Bubble裡面的中間 是 就是 它那個Core裡面 是太陽 中間是空氣 然後 我們就住在Bubble 裡面 那條邊 怎樣說 因為它也是 地球是圓的 你航海 你跟著走 你都會回到圓點 但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它還有一個理論 就是 其實那些星 就是這個宇宙 浮著的 冰塊而已 好了 問題來了 我先假設它這個理論 成立 但是你也知道 有多少光年 去計算和星的距離 對不對 如果和星的距離 去講幾個光年的時候 這個是直線距離 沒錯 那我們要環繞地球 一周要多遠 沒錯 正在玩圓周 所以這個理論 一定是錯的 我說回一點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怕聽眾不知道 例如我們現在地球 同一顆星體 即是行星也好 不是行星也好 有些是永恆的行 叫行星 有些是行人路的行星 要分清楚 我不是班門龍虎 我不是天文學家 但我都懂這些 Basic Knowledge 要分開 要分開 行星和行星是不同的 還有說光年 換句笑話 現在我們在地球 肉眼看到 例如那顆星體 發光的 一當一萬光年 其實換句笑話 一萬年前發的光 現在我們在肉眼 才能看到 這個叫一萬光年 這是我們現在人類的計法 沒錯 我們可以繼續 所以這個理論 是十分不對勁的 沒有理由你 環繞地球一周 就不是在用那個時間 沒錯 這些光年 還有一件事 發現 如果這個 反轉地球論 如果被美國 太空總署聽到 也挺搞笑 但如果我們發火箭 你們專家機 很棒 我厲害 你去了哪裡 如果他這樣說 其實我們可以直線航行 去另一個國家 兜什麼鬼的地球 對 我在這裏向上飛 就是這個 沒錯 神經病 這個理論 不行 否則聽眾 還以為我們兩個 都會黏在 但要說一說 有個人用這個理論 弄了一個教派出來 有人相信 什麼教派 什麼名字 他用自己的名字 我要看它 才會記得那個名字 好慢慢 這個是不是神經病 我真的發覺 但真的有人相信 真的有人相信 真的有人相信 他在California搞的 即是這個世界很多漁民 真正 唉 真是大鑊 還有一件事 剛才有說過 現在Christiana 找回資料 我們繼續說 第三個主體 他們說 哈雷講 就是空心反轉的理論 不是地球反轉 是空心反轉 他也用回希特拉 還有一些當時的高級顧問 原來希特拉 派了一個所謂的特顯艦隊 去波多尼國的地區 用一些超距的相機 拍到天空和英國的艦隊的照片 這代表什麼呢 就是他覺得原來 在地球空心論的情況下 就像剛才Christiana說 就是說 反轉空心反轉理論的話 如果我們去美國的話 我們就可以向上飛 對 我們就去到美國 我們就去到美國 其實希特拉的說法 就是說 現在他仰望天空 原來就看到他的英國艦隊 哈哈哈哈 大家都知道不對勁 但我不明白 他為什麼用一些 他們現在正在用 他說用的是超距照相機 我不知道它叫什麼 超距照 我不知道是什麼 是一些很厲害的天文相機 例如我們拍攝星星 所以一些很遠很遠的星 都會拍得到 那幾個超距照相機 叫做 其實是一個望遠鏡 那部相機 那部相機的曝光 是很好的 中文的譯法很有趣 因為我看完之後 因為這段時間 我發覺原來這個題目 在英文來說 其實是沒有中文這麼多的文章 所以我們偏向這一集 去多說一些 中文的名字 對 中文的名字 還有我們用多一些中文的網站 因為大家知道 有些聽眾時 都叫我們不要說那麼多英文 我們特意去一些中文的網站 去慢慢搜索一些資料 分享給大家 先說 剛才那個教派的發明人 叫做蔡露德泰德 對 就說這個 反傳論 那怎樣 就說是反傳理論 對 有人相信 有人跟著他 不知如何修煉 變成一個宗教 但他們的宇宙觀 世界觀 就是地球在我們 在球體中生活 明白 我發覺 一些科學家 這幾百年都有說 先說空心地球 地球空心論 原來他們 都覺得 有些叫地心人類 我想 這件事大家都聽過 有些人 我們上次都說了 渡水基地 甚至乎我們所謂的 underground bunkers 這個我不想 拉出來說 因為這個 只不過是一些 神秘組織 just in case 如果地球有什麼問題 甚至乎有什麼災難 他們可以在下面 去被災 被難 但這一個情況 現在的論說 有地心人類 大家知道 地心人類 有沒有 不知道 有些科學家 他們叫藝術科學家 地心人類 有幾個共通的特性 他們跟地球人很相似 都是一些寧長類的動物 歷史 原來比地球人更加長 還有 第二節 我和Christiel都會分享 科技和文化 還比我們人類高 超脫的 對 超脫 到不得了 第三 他們原本生活在地球的表面 因為有戰爭 甚至乎自然的災害 加上以前 很多年前 很多億年前 有冰河時期 之後 他們就 跑進去地心 大家都知道 地球都 好像 都度過了兩三次 冰河時期 對 所以 這個不知道 這些所謂藝術科學家 說的話 究竟信不相信 這個 當然要留給你們 去定奪 其實我可以說一下 現在的科學 覺得地球是怎樣來 你們可以想想 有沒有可能 對地球空心說 那怎樣 其實我可以參照 最近說 月球如何形成 月球形成 就是當地球存在之後 有一塊鋅石撞在地球上 將碎片激起了 於是 圍著地球轉 但是 懂事實的位置 可以計算 知道最後 最大的石 就會蓋住周圍的石 慢慢就會在一起 變成一個球體 對 於是就變成月球 同樣地 我們先撇除宗教信仰去看 用同樣的方法 去造成這個地球的時候 你一聚在一起 它一定會說明 因為我們的地心溶岩 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它就是 正確 因為撞在一起 那些動能 就撞到溶了 於是 將其他的岩石 黏在一起 但外面 因為接觸到太空 就硬化了 但是裡面 依然保持它的溫度 所以 這是實心論 沒錯 但問題是 現在空心論有一個說法 就是 地球裏面 有另一個太陽 整件事好像很可憐 對 Christina叫我 你不要笑 真的有這樣的機會 有機會可以 但有一個帶前提 就是那個太陽 那個裡面的太陽 是一個快要死的星 很小很小 即是它快要玩完了 但因為它依然是一顆星 它都有它的質量 它可以保持著一個引力 就拉了地殼 意味著什麼 即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即是地殼的另一邊 有機會是空的 絕對是 還有 另一個成立位 就是 其實有一個反對空心論的說法 就是 喂大哥 你中間有個太陽 你的人還不掉下去 然後燒死嗎 但問題是 地球是會自轉的 因為地球的自轉 會造成一個適當的向心力 記住是向心力 不是離心力 這才是正確科學的詞語 第二樣東西 我少少放在門弄虎 就像你玩海盜船一樣 對 你那一下 在上面放下去 那一下 就叫做離心力 向心力就是 你踏高一個圈 對 踏高一個圈360度 那一下 你不會掉下來 那個就叫向心力 其實在轉的也會叫向心力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它依然可以站在 裏面的地殼 這個理論最大的問題 只不過是太陽 有多大呢 是不是小到一個位置 其實它已經不會扯人下去了 我們一天的轉速 也可以維持人在上面 這樣而已 但是 你是不是說一定不可能呢 可能有些天文學的可以指定一下 但是如果我這樣 用一個Cent of Mars的方法去看 還有Circular Motion 我又不覺得是不可能 沒錯 到現在一個位置 大家都覺得 咦 原來地球空心論這個題目 是這麼過癮的 這個主題其實 沒有人知道 我們是說得這麼過癮的 為什麼呢 原來很多的角度 可以看 究竟地球是實心還是空心 究竟地球是實心還是空心 我給大家一個時間 你們問一下你身邊的人 甚至乎你自己 你們覺得是實心還是空心 也都讓我們休息一休息 我們第二節回來 我再告訴你們 我們兩個的看法 沒有一個 我可以告訴大家 沒有一個直確的答案 甚至乎現在 有一些很權威的科學家 也都不敢 那麼片面去說 地球一定是實心的 不可以說一定 他們說我相信是實心的 沒錯 我們休息一休息 回來再跟大家聊 充滿陰謀和計劃的這個世界 現在 讓我們和你去揭露 陰謀背後 好 又回到陰謀背後的第二節 剛才說到地球空心論 實心論我會放在第三部分 慢慢說 但是我們因為這個題目是空心論 所以我想多說一些 空心論的理據 給我們的聽眾聽聽 你們信不信有一個空心論的情況出現 剛才也說了 原來有一個所謂地心人類出現 即是空心論那幫人說 原來羅馬尼亞的研究人員 發現了一個動月 在五百五十萬年前的一個動月 原來已經有一個很sophisticated的生態系統 生態系統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遠古的古昆蟲 生存嗎 不是生存 是一些化石來的 OK 化石來的 但是科學家研究 原來五百五十萬年前 記得那個動月不是在動月邊 在一英里的地下 已經有一些古生物的化石 所謂的遠古的蟲 還有一些生的細菌 細菌一定有 有些青苔細菌各樣各樣 然後在海深火山附近 也有很多的魚 蝦 活躍在 記住 是在三百五十度的環境 底下生存 燒不死 三百幾度 燒不死 大家也知道 煲水水滾一百度 對 一般的生物都 三百幾度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 我們有一個資料 想跟大家分享 還有一件事 更加深的海底裏 有大量的生物 記住 還有一些動植物 是不需要陽光和陽氣 大家 剛才off mic的時候 我跟Christielle聊過 她就說 沒有太陽的什麼植物 什麼生物都死 這個也是事實 生物學是這樣看的 因為把第一個 一個能量的來源 就定為 應該是太陽 最重要的是 太陽和水 對 因為你有陽光 有光合作用 有光合作用 就可以變成有食物 這樣才會 沒錯 不過你剛才說的 其實符合了 猶太人 以前的mystical 想法 我們先分享一下 地球是圓的 之前他們相信 地球是平的 是 但是 即使是圓 這個理論也是成立的 那怎麼辦呢 我們先用一個平面的看法 最高的位置就是地殼 地殼就是我們這些生命體 他們就叫地殼以下 是充滿水的 那個水 很多字 你想想 海 但其實不是海 名字叫海 那麼 Hebrew 的海 就是 Yam Yam 意思是有很多水 但它有一個mystical的意思 Yam 其實是海 在下面 的水 即是海底的底層 對 但它說不同 它說很多生命 都在Yam 那邊孕育出來 可以說是生命之源 理論跟我們的科學說 有陽光才有生命 不同 還有他們的記載 是說在Yam 裡面是有很多 我們不認知的生物 那時候我在神學院讀的時候 他們是畫一隻怪獸出來 但是裡面的生命體 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 但是他們會不會上到地面呢 有說法說間中會有的 但這件事就正正配合了 就是在海底裡面 有些生物是我們不認知的 可以不用太陽 是 或者一些靜物不用太陽 都能生存到 所以其實 在地球空心論來講 有一個論說 在那班人的傳 就是整班人在說 傳播的是什麼 就是說 如果當地球是一個蛋的話 我們只不過是探索的歷程裡面 是不夠在蛋殼的十分之一 不奇怪 因為我們很少 你說畫下去的時候 你不會畫到 姑且叫熔岩 除了火山位之外 其實畫下去的位置很少 沒錯 大家知道 剛才我都說過一件事 在一六幾幾年 即是17世紀 18世紀 這段時間 就已經有科學家說過 地球已經有三個層面 這是很長期的說法 但現在當時的現代科學 已經不是三個層面 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們地球的表面 之後下去的話 就是地球的地心 地蠻 因為在說的是熔岩 沒錯 然後就是地心 然後就是地核 然後就是Core Core Core是有一個理論的 就是這個理論 就是由節和Leap去造成的 為什麼呢 因為是Liquify的 即是液體的 但不是我們打電梯 記住 那隻金屬叫Leap 是化學的那個是NI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個東西都是比較重的 沒錯 為什麼要猜一下這兩隻東西呢 原因是 我們計算出來地球的重量 如果地球是實心 實在比我們所想的 輕太多了 沒錯 我先找回六兆 六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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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但是還是太輕了 如果我們對回 如果是有石 跟我們現在地殼的composition差不多 輕太多了 所以就 塞了一些東西 應該是這樣的 我想問一下 你可不可以再解釋 給我們聽眾聽 現今的科學家 如何去形容地球的結構 我剛才也說過 在1692年 哈雷哥的時候 他們已經有三個層樓 他相信是三個層樓 有三個層樓 三個層樓的星體 其中的一個層樓 就是我們居住 是的 我們居住 之後第二個層樓 是有五百英里的深 之後每一個層樓都是同心 以及各自有各自的磁極 這個來說 都很合理 符合他的理論 是的 符合他的理論 在現今的科學來說 Christia 你可不可以分享給我們的聽眾 究竟 現在的科學家 如何去看我們這個地球 現在的科學 其實都是相信哈雷說的 我們有磁場 但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強弱 還有一些North Post 和Soft Post 的位置不同了 為什麼呢 他們相信是這樣的 地慢 即是溶癌 其實因為很熱 所以將很多的element 即很多的化學物質 將它變成了Ionized 即是原子化 於是他們就變成了一個電極 當電極流動的時候 就會產生磁場 沒錯 如此就可以令到 為什麼地球有磁場 他們就這樣解釋 就是因為地慢的流動 而地慢裏面是有很多的電極 引致了我們現在有這個磁場 為什麼會說 有些地方大小不同了 或者地方倒轉了 為什麼呢 他的解釋就是 有不同的金屬 因為金屬是會影響磁場 或者被磁場導致了 而因為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金屬含量 於是就會產生了Variation 為什麼每個位不同 OK 其實這個是現今所謂的科學家 所謂的地球的理論 反而反過來 我覺得有一個人叫Outline Outline有說 地球內部不是那麼多個殼 我們用殼來代表 因為地球比較容易明白 否則人們都不會明白 直徑好像小太陽 剛才你所說的 裏面有一個小太陽 對 另一個可能性 對 小太陽的直徑就是600英里 600英里 計算一下 也不是小 但是他猜不到裏面是什麼 我不知道他們會猜到 或者計算到 這個人很厲害 這個人叫Sir John Leslie 也有一個概念 這個更搞笑 剛才我說的叫Outline 有一個叫Sir John Leslie 更搞笑 他就說 地球內部有兩個太陽 這兩個太陽 正正把地球空心論的說法 更加強制 更加扼實 這個說法 就是1818年的時候 說出來的 地球核心 就不是一個太陽那麼簡單 就有兩個太陽 雙子星 對 所以為什麼會不會呢 就是因為太多科學家 說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令到我們接下來的新的一輩 或是新的一代科學家 甚至乎我們這些所謂的藝民 逐致會不相信 因為越來越荒誕 你不是說一些話 無端端有 兩個太陽 不是吧 通常最直接的才是真正答案 對 那你就會覺得 不會那麼複雜 不過這樣 雙子星理論 也不一定是說不行 也不一定不行 因為它兩個互相造成的引力 依然可以做回一個星體的引力 剛剛我想說一件事 原來這傢伙說什麼 你知道地球為什麼可以自轉嗎 他就說 因為這兩個星體 他的星體 他也叫小太陽 這兩個小太陽 在裡面的 core 就是大家所謂的制衡 就有一個所謂的引力出來 就令到地球可以轉 我不肯定他的說法 很搞笑 他的理論是成立的 在天文學來說 我看了很多的 article說 有這一集 是成立的 因為每一次這件事 就有引力 甚至有一個大家的制衡力 只要中間有一個大的引力 就會造成這件事 等於我多說一些給大家聽 大家現在都知道 我們上海有些持浮火車 日本也有持浮火車 他們的情況就是 將NS North Pro和South Pro 一路一路轉 一路轉 令到火車向前的動力 簡直是不受這個 所謂地深級的影響 就是為什麼去到這麼快 也去到這麼厲害 甚至乎 為什麼會浮起 減低磨擦力 為什麼會浮起在軌道上 這也是他們的一個小小的理論 關於一些政府極的東西 或者某些政府極 叫NS North Pro和South Pro 其實我們要分析 因為通常政府極用在電極 電極 對 NS用在磁極 沒錯 真是多謝你 矯正我 好的 情況就是這樣 還有一個說法 說法是很奇特的 那又怎樣呢 就是說 現在他們一個人 18180之後 去到差不多20世紀 有一個叫西蒙的人 西蒙是一個很傳奇 甚至乎是 在地球空心論 一個很有名的支持者 OK 他在一個叫James McBride的幫助之下 去試圖組織一次計劃 就是什麼呢 這個厲害 聽一聽 就是去北極探索地球的 空心的開口 換句話 當然 在19世紀 甚至乎20世紀的頭 我覺得沒有人做衛星 沒有火箭射都上去 沒有人做衛星 可以撤到地球的照片 但是這個人 在19世紀 已經是 他覺得 在北極 已經有個洞洞 可以去到地球的入口 去到地下城市的入口 所以他探索 這個 情況是怎樣 沒有寫到的 但是他就說 組織了一次計劃 就是去了北極 去探索北極入口 我想說回這件事 當時 去到一個位 一個 剛剛新上任的總統 在1829年至1837年的時間 他終止了這個計劃 不准你去 對 美國總統或美國政府 是不准這班人去的 我很陰謀地說 究竟會不會有些事 美國人會知道 而我們是不知道的 其實是不出奇的 其實 你想想 其實到現在北極是誰 沒有人說到的 每個人都說是他的 每個人 即是加拿大 近北極圈 都說 那裡是我的 我們分掉吧 那 美國段故都不關你的事 去到 其實 我有錢 你當我去北極去旅行不行嗎 為什麼你要不讓我去 其實說實話 我真的不知道 現在北極是甚麼國家 沒有的 沒有 沒有屬於哪一個國家 南極也是 對 但以我所知 很多國家 都有很多 所謂的 不是太空站 這些是研究站 去到很多 研究大氣層 那些臭氧層 是有的 有很多國家 中國也有 美國也有 歐洲國家也有 連韓國也有去 是的 那究竟 因為剛才我講過 第一次 我已經有很多 所謂的照片 亦都想叫大家 上一上我們討論 看看究竟這些照片 其實 是不是我們 講到 不是吧 北極真的有很大的洞 或者南極是否真的有很大的洞 我有聽過一個說法 就是那些飛機 如果要路經北極的位置 一定會避開那個洞 這件事我也是覺得是的 很奇怪 為何會這樣情況呢 就是我會發覺這件事 就是 剛才剛剛 非常好 因為剛才 Risdell 提醒了一件事 尤其是俄羅斯 一些飛機 來自俄羅斯的北面 真的很近北極 我去美國 或去加拿大 更近 俄羅斯去美國 一定經過北極 然後經過阿拉斯加 然後飛下去 對 好 剛才正正的Christina說的一件事 就是很多時候的情況 就是當飛過去北極的話 他們是繞道而行的 對 一定會避開那個洞 為何會這樣 我覺得似乎是一個國際共識 對 你想想 你說跟我說不准行我理睬你也算 美國說不准行我俄羅斯聽你說 對 究竟 其實 是不是真的有一群這樣的 不說有一群 我覺得 有幾些 這些國家 其實是否有些事情 真的知道 對 當然不讓你說 對 對 但因為其實 在那些國家 都會有一些文件 甚至有人說 喂 我進過去 是這樣的 那麼 進過去之後 回來 他們就說 是 Top Secret 是 不准說出來 是 還有一件事我發覺 如果地球是真的 裡面有生物 我們現在拿了很多東西出來的 我們在說 這兩節 我們都在說 就是地球空心 然後裡面有一些植物 甚至乎在五百五十萬年前 也都好像有一些生物的一些化石 證明了 還要是火山口 甚至乎火山口的旁邊 有個洞 下面的地底 都會發現了這些東西 即是高溫都不一定是沒有生命的 對 你想想 大家都知道 熔岩當然不止三百多度 當然 大問題是 要用三百多度的標準 我剛才說過 你煲水 最熱都一百度 即是三倍這麼熱 說句不好聽 街市 沈也知道 你很難怪我們看不到 有的 你怎麼去呢 你不可能生物 我覺得 可能我懸媚 我深信地球的生物 沒有可能可以抵抗到三百多度的高溫 在地面 真的不太見 不過剛才說的生物 其實我之前也有聽過 他們很有趣 他們是全都可以抵抗到三百多度的高溫 即是體內的高溫 那個optimum temperature 真的可以去到幾百度都不散 有這樣的說法 但表面的情況 當然如果遇到三百多度的高溫 會不會已經著火了 不一定 油都不止三百多度 對 他都不會著火 所以其實好看他身體的結構 還有那個製造 不過很特別的一件事 就是 在三百多度的動作 即是震動 那些M 都沒有散到 其實是很厲害的一件事 剛才我講過一件事 我都說了 一直一直講地球的空心論 剛才有說的哈雷說話 現在就講近代 近代的科學家 其實也有 講的是 凶心論 就是 他說 反過來 那些科學家 他就說 現在沒有任何的證據 可以證明地球是實心的 事實 你猜的 什麼都是 我慢慢去分享 第二件事 他說地球肯定是空心的 這個應該要慢慢分享給大家聽 還有第三 第三就是兩極 即是說北極和南極 分別 我很肯定有兩個入口 在入到地球的核心裏面 我們慢慢講 第四 就像剛才我說的 UFO的個案 他說 經過他們的研究 一百年 總之是有記載來講 一百年裏面 UFO在兩極 即是南極和北極 出現的次數 是比其他地球 任何一個地方都要多 沒錯 沒錯 當然 有很多離奇事件 我應該可以慢慢講 例如 神秘地底的民族 地底的小矮人 不是小婦人 地底的走廊 地底的空洞入口 空洞是一個 空洞入口 應該可以慢慢分享 這群兇心論的人 第一個 實例是 沒有任何證據證明 地球是實心的 現在到目前為止 暫時 還未有一個轉探機 可以轉到地球的中央核心 你們有沒有 真的沒有 但如果你落到熔岩的部分 就玩完了 對吧 你不會警告 對 他說 科學家 對 他駁斥你 好像在跟人家對話 他說 我知道 他進去 肯定是有熔岩 轉探機都會融掉 所以 現在這群科學家 試圖用了一些 所謂的 地震波 去證實地球是實心的 他們就說 這是沒有任何根據 用地震波 所謂的理據 這個數值 可以說地球是實心的 你怎麼看 暫時應該未能做到 他在說什麼 其實應該是 就給了一個波長 對 就打到地上 對 看哪一層反彈 反彈的情況 或者是那個 Deflection 不是Reflection Deflection 我忘記中文 看看情況是怎樣 就猜 哪一層是什麼 就不是反彈 Deflection 就是怎樣吸引波長 對 明白 去看看 到底是每一層的物質 大概是什麼 你可以大約猜到 對 所以這個情況 我又覺得 這班科學家 當然只是Pro 現在說的 就是Pro空心 是 第二件事 剛剛說過 地球肯定是空心 為什麼肯定 現在的科學家 推測地球 是液體 和鐵 和 像剛才所說 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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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極大的密度 物體 雖然說 雖然說 每一層裡面 都有引力 還有 它的引力和是零 對 如果引力不是零 地球會被人扯爛 扯爛了 真的 就裂開了 我用一個比喻 大家聽眾想想 你拿一粒麥提沙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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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在說什麼 我知道 用很大的力 還壓下去 其實物體山裡面 好像地殼一樣 對 不碎 對 你用兩隻手指 很大力壓下去 你就知道情況是怎樣 對 其實地心的總和應該是零 對 因為這樣 所以周圍的拉力 應該是平均的 沒錯 所以他說 太陽和月球的引力 以及地球自轉的離心力 這些肯定是會離開地心的深處 所以他說地球一定是空心的 對 因為他說拉住了 但這些東西正正沒有提供了 Gravity 如果我可以倒轉 即是我在球體裡面 假設他真的空心 沒錯 那我就能站到 我就會掉下去 沒錯 所以有些東西 是不是真的會比較上 能夠滿足 一班人 當然 有一班科學家是Pro 他用了很多證據出來 去支持自己的 支持自己的理據 我們繼續 第三 我剛才說過 兩極分別是存有入口的 怎麼會存有入口呢 當然 你看看現在 我們所謂的衛星雲圖 或衛星圖片 你看看黑蚊蚊的 那個球是甚麼 斷鼓也是一個隧道 對 斷鼓肯定是一個洞 他就說 證據說 有四張圖片 四張圖片分別有兩張 就是拍到 記住 來自外太空的衛星圖片 拍下來 兩張南極 兩張北極 拍出來 他說 拍攝以來 以後兩年之後 還是仍然 我仍然看到 兩年 換句笑話 就一直拍攝 拍足兩年 也有一個洞 這個究竟是怎樣 這個有一個很特別的位置 刀底的洞 尺寸有沒有變得 如果你說臭氧層 一段估計也有變 一定會變 如果是臭氧層 大家也知道 厄爾利諾現象也好 甚至乎我們的溫室效應也好 很多人現在 因為太多工業的廢氣 令到臭氧層穿了一個洞 這個絕對是有科學根據的 我不是沒有科學根據 但現在我們的爭拗點 究竟那張衛星圖片裏面 究竟現在這個洞 究竟是臭氧層的洞 還是北極和南極所謂的 地下入口的一個洞 你要呼籲一下 如果有聽眾找到那兩年的圖片 不妨拿出來 我們對比一下 大家去研究 第四 為何我慢慢說 這件事其實挺搞笑 剛才我第四說的是 UFO在兩極時都會出現 他說這100年裏 他時都會出現了一件事 他舉了一些例子 因為他說太頻繁 1913年在2月9日的時候 有一對很奇怪的發光物體 是說過了100架的UFO 100架 他說過了100顆的光點 高速是由北極飛去美洲大陸 又是美洲 1913年2月9日 第二單 就是說近期一點 1931年1月1日 他說有一道很超強的亮光 即是很光亮的亮光 由北極 即是好像一條光光 他形容就是 A very strong white light beam 一個很亮亮的亮光 一條亮亮光 就是由北極 穿過阿拉斯加 之後去加拿大 又是美洲 對 我覺得這件事很奇怪 他在第三個旅程 為什麼他要拼圖這三個旅程 他說這三個旅程 1913年 1931年 1952年 第三個旅程 195年 6月19日 超過二三百人 是看了這些 Phenomenon 我們叫做 奇異的現象 Phenomenon 就是1952年的6月19日 有人見到 有一班人 不是有一個人 是有一班人見到 一個紅色的物體 極高速 就是 亦都是 他沒有說在北極 他說在北極的方向 飛過去美洲大陸 這班是加拿大看的 對 這個我不知道是一個 紅色的物體 極高速 飛去夜晚 飛去美國的方向 同年 1952年 12月15日 又有一次現象 但這次不只是 紅色那麼簡單 就是紅綠藍 三條線 極高速也是 就是由北極的方向 在北極的方向 射去美洲的方向 亦都是一個 很高速的情況下 這四宗事件 正正 就是現在一班 研究 地球空心論的 一班科學家 去提出的事情 相信裏面應該有文明 因為這些東西飛過 沒錯 待會我第三節 因為現在的時間 不是太多 趁這個時間 不是太多 我想問一下Christia 第三節我會說什麼呢 我會說一些很有趣的 一些離奇的故事 和離奇的傳說 他們這一班 為什麼呢 我剛才也提出過 可能有些聽眾 為什麼你不說 地球實身論 我們今天的主題 是地球空心論 阿哥 我們一定要說這些 好了 至第二節 我們完結之前 我想問一下Christia 你聽過這麼多東西 我想聽一下 打動一下 剛才你說有開放的 你是開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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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過這麼多東西 你現在到了這一分鐘 你覺得 地球是實心還是空心 我一定要選 不是 你開放也可以 我開放也可以 我開放也可以 因為這樣 有很多理論說出來 很多我們都說 科學 我們盡量眼見為首 那些側面的證據 令到很大機會是這樣的 不一定是 同樣我們看著 OK 我們現在有的事情 可能你都會說 很大機會是實心 但是你說出來 其實都是一個 argument 可能只不過是一班 當年說實心的人 誠了明 他說的很容易 就會是一個多蠻能力的情況 正如 當年那些人看著原子 他都覺得 其實原子 就不是原子核 然後有些電子圍著去飛 以前他是想著 原子是啫喱狀 然後有些正負極 是even地 distribute 平均地分佈 那些東西 大家最後當然發覺 是不對的 同樣地 可能我們只不過沒有一個科技 看到 到底下面是什麼 你知道 我們一轉下去 實在太少了 因為光的問題 始終我們是地表生物 我們需要光的 還有食物的運勢 你需要一個很大的建構 你才可以一直發掘下去 但那些錢我們用在哪 那些錢就用去發掘外太空 所以到底裡面是怎樣 我們真的不得而知 所以這個也是有少少陰謀論 產生出來 大家聽眾有沒有留意 這件事 現在美國在這五年裡面 已經停止了任何的太空計劃 為什麼呢 當然我當然不告訴你 當然是第九季 第九季不說 我第九季才跟你說 為什麼美國會停止太空計劃呢 為什麼美國會停止太空計劃呢 這個呢 我有一個很爆的Document 第九季要和大家去分享 這件事很有趣 我剛才也說 其實現在這個位置 我想聽眾都是頭的 這幾年 你看到 哥倫比亞號都光榮退役 穿梭機不飛 對 都會拉回去空軍基地 還是NASA的基地 對不對 現在這段時間 已經沒有了任何的太空計劃 有兩批人這樣說 有一個 那些是人造衛星來的 不是說NASA 那天有一個有機會爛尾的火星移民計劃 那個呢 那個是不行的 那個不是 那意思 我又說NASA 現在有任何的太空計劃 是沒有的 有兩個說法 有一個說法 現在他們正正在做更加厲害的事情 更加厲害的是什麼呢 我當然不會說 是不是 不是任何火箭 不是任何太空計劃 是一個比較想不到 而很暫身的 也可以叫做太空計劃的 但不是用火箭和穿梭機 可以值得慢慢說的 但我很肯定告訴大家 這幾年美國的太空總署 是沒有任何升空計劃的 令人們很急不及待出現第九季 沒錯 不行 香港要休息一下 會很嚴重 還有一些說法 我想Cristia也聽過 就是一些民航機公司去到一個大氣層的邊緣 跌下去 然後用邊緣滑翔機的原理慢慢滑翔 例如現在在美國飛到加拿大 可能是五個小時 六個小時 它可以節省三分二的時間 去到你的目的地 因為它的原理是在大氣層的邊緣滑翔機 然後用滑翔的概念 去做回這個情況 去到Destination附近 原來之後再跌下來 再慢慢控制 再重新的位置 沒錯 是不是很棒呢 我們這一集 自己賺自己也有 真是壞 Anyway 第二節差不多了 我們第三節回來 我慢慢跟大家說這些奇怪的離奇事件 Cristia也會分享這些故事 有故事聽 第四節 你也說第四節有故事聽 第四節也有故事聽 我們有很多故事 好 讓我們先休息一下 真是累了 轉個頭回來第三節 充滿陰謀和計劃的這個世界 現在 讓我們和你去揭露 陰謀背後 好 大家好 又回到陰謀背後的第三節 剛才我說過的一件事 就是很多地球空心論的現代科學家 說了很多理據出來 剛才說過 不好意思 而不是Adam 沉氣再說一次 沒有任何證據 現在是說地球是實心的 絕對不是 第二件事 地球絕對是實心 鬼不知你媽媽是女人嗎 絕對是空心 絕對是空心 不是絕對是實心 絕對是空心 說錯了 完全是覺得這些科學家 說到真的好像似是而非 也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但他們很肯定這件事 就是這個地球是空心的 第三個說法 就是兩極都有分別 有不同的入口 在南北極 兩極都有不同的入口 第四個就是 就是很多的UFO視頻 永遠都是在南極 北極 飛來飛去 剛才我講過 有四個個案 這裏就不詳細再說了 因為第二次剛才說了 剛才我講一些離奇的事件 我在講一些神秘的地下民族 有一些研究學家 甚至是一些所謂的科學家 就是說 其實地球是一個巨大的 一個叫做DONUT 其實就是怎樣呢 就是兩極都有一個洞穴 鬼不知道嗎 在一個世界的入口 但是呢 他就說 原來發覺 有些科學家正在推論 大家聽過亞大蘭提斯 他說原來在亞大蘭提斯滅之前 即是消滅之前 甚至乎不見了之前 原來他們有一部份的後裔 去了地球的裏面 就是說地球空心論 OK 因為有空心 你才可以逃進內部 他都說 言之作作 就是說 這一群人 進去之後 建造一個城市 就是 重建 重建 可能有機會 把亞大蘭提斯這件事 重建 但是 不在地面 就在地底 有事實話 真是不奇怪 為何這樣說呢 就是 我說白武達三國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些資料 如果聽眾記得的話 其實在地底 即是白武達三國的海底 其實都有人 話說 好像發現了 一些亞大蘭提斯的遺跡 總之是有些文明的遺骸 有些文明的遺骸 這是一個論述 還有一件事 剛才我講過 就是繼續說 所謂地底的小矮人 話說 在1138年 那時候 有間修道院 修道院在哪裏呢 其實是英國附近的修道院 有一些連傳的怪事 什麼怪事呢 就是他永遠覺得 原來在修道院的地下室 他們有一個位置 是裝葡萄酒的 永遠時時 被人偷了葡萄酒 當然 被人偷葡萄酒 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呢 話說 有一晚 在修士巡訪 看到 有一些 不夠一尺的小矮人 你說不夠一尺 對 不夠一尺的小矮人 當然當然是追他 追到那一刻 去到森林裡 發現原來 森林裡 當然 那時候 你也知道 1138年 話說 那幾千年 就是怎樣呢 就是看到 一個樹林裡 一個大的山洞 地洞 沒有山洞 地洞 發現森林裡 一個地洞 那些小矮人 每個都跳進去 地洞裡 那這個修士 有沒有點火把 看一看 下面有什麼 我想應該沒有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 原來他發現 這個地洞 很奇怪 這個修士很聰明 火把照 你也知道火把有距離 怎麼照 照進去照不到 電筒 有什麼火把 都是向上 那些火 可能你看到幾尺 深的地方 他拿了一個大石 就一直 很聰明 扔下去 扔下去 當然 譬如你有石 甚至有地 甚至有水 有水 就有聲 但是扔下去 他好像說 這個資料顯示 隔了五分鐘 都沒有聲 這次很嚴重 這個真的很恐怖 那樣的 那樣的 立刻拿去 他的修虎道院 跟他們說 喂 不是啊 我看到那些小矮人 林是小夫人 小矮人 138年 看到這件事 就走進去 地洞 那樣 當然 告訴他們 對下的主教 主教 說這些是魔鬼 什麼 之後 就叫一群人 去 那個 地洞 然後 就真的想 爬下去 去找 究竟 是什麼事 但是 當然 他找了很多 承索 掉下去 怎樣掉下去 都見不到 這麼嚴重 之後 索勝 將地洞 就埋了 埋了 埋了之後 就仍然 繼續 被人偷走 對 那些葡萄酒 仍然是被人偷 甚至乎 很多修士 都見到 一些不夠一尺的 藝人 這個是一個 我當是一個 叫做 坊間的流傳 之後 去到 1776年 其實 都是 仍然 都 去到1776年 應該是說 咦 光明會 這幾百年入面 在那個地方 不時 都有人 會見到一些 一尺 不夠的 小藝人 經常見到 有沒有人抓到 或描述一下 樣子是怎樣的 他們就說 那幫小藝人 走得爬得很快 當然當然不知道 什麼事 這件事 就被人拿出來 說 一個地球的空心論 為什麼呢 你想想 一個小藝人 跳了下去的地洞 嘩 不見了 不見了 扔石下去 沒有聲音 究竟什麼事 真的 這個流傳 就是流傳 被現在 一班科學家也好 或者研究者 做了一個 預測 或者推論 其實地球真的會不會 空心論 因為有這些事情發生 這個是第二個 說法 第三個說法 就是地下的走廊 地下的走廊 就是現代的地球的物理學家 都認為 剛才我們說了三個 現在地球的物理學家 就是地殼 地慢 地核 和岩漿 這四個東西 其實 剛才 Christiel也說過 其實地球的半徑 差不多是6400公里 的情況 差不多 其實來說 他就說 原來 在地球的結構 除了岩石 熔岩 動月 地下隧道 地下水道之外 還有很多巨大的動月 這些是深色地道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譬如美國 我看過的電影 就是有一些異形 不是Alien 那一齣 那一齣 就是有一隊群組 進去 一個地下的渠道 即是說一些坑渠 或者地下的水道 其實是很大的 很深的 這齣 這齣 不知道是不是造假 這齣 說到懶真實 拍了一些所謂異形的物體 然後整隊群組 被殺死了 咬死了 其實這件事 就是正正 告訴我們 其實現在 我們 除了人工 當然 美國下面的人工 做出來 除了人工 做出來以外 很多山林 或者很多 天然的動月 其實下面 也有很多 動月 地下水道 地底道 這些東西 其實是 你信不信 我是記憶圖 我跟聖經 基本上可以這樣解釋 你想想 起初神創造天地 接著下一句是什麼 就是 地基本上是被水包圍著 因為一開始 他沒有說水是怎樣 但水已起地球 然後 神造世界的時候 才會說 那要分地出來 那水去哪 你想想 如果你站在那裡 水要離開地下 而沒有地底 被吸收 那怎麼辦 你現在看著一部長 但是水造 要搭高才行 對 那你一定要進下面 另外羅雅方舟也是 那水裡面 就進去了 那就是 現在這個 解釋很科學 應該這樣說 就是 我們的地面 是被水包圍著 我們的地面 你說水 我有一個想提提 很特別的 一般海水是鹹水 對 但是這樣 有否水是淡的 不 有否留意一下 北極的冰川 和北極圈流出來的水 是淡的 是淡水 對 就會變成 不對路 對不對 這個就不太合理了 對 不對路 但是是淡水 但是現在看的 其實你叫做冰 那裏面 有不同的景色 所以有些是冰川 水 那些湧出來 你是可以喝的 對 這件事 可以對大家聽眾 也想一想 究竟是否真的有這樣的歧視 發生 做第三個 我想告訴大家 就是 地底的 空洞的入口 就是南北極 話說1968年1月 美國氣象的衛星 ESSA-7 拍攝到北極 真的有個大動月的入口 其實原來美國和俄羅斯 完全是知道這件事 但是很奇怪 這個很奇怪 大家聽聽 就是他們把這個照片 是列為了一個高度的國防機密 這個大家要想一想 為什麼會是這樣 甚至乎一隊北極的探險隊 一個他們叫做 北極的任務 在一個open water 他們叫做什麼呢 就叫做 冰原中的河裏面 亦都看到 一個這樣的現象發生 這個現象就是什麼 正正就是 在衛星那裏 拍攝到一個大洞 他們在地面 都看到 有一個大洞 但是這個大洞 就不是在上面的大洞 就是在下面的大洞 就是在地上看到的 叫做地洞 就是它已經站在地上看下去了 是的 這個沒有人證實了 但是有人說過 就是有一個叫北極的任務 有一隊探險隊 有一個地洞的學者 叫威廉利特 就是在說這件事 也是記載過出來的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的科學家 就是 地球空心靈的科學家 就說 地球裏面 會有一些熱氣 熱氣是向上噴的 還是有霧氣 之後 原來是影響到 整個北極圈的 一個叫做水雲 叫做water cloud的現象 他說如果沒有了這個大洞 這個科學家這樣說 沒有可能會有這麼大的 衛星圖片 會不會看到 沒有可能有這麼大的洞 當然有些人就說 不是 是一個炒氧層 是一個炒氧層 不是這個 但是這個人就說不是 這個洞 就是地面的洞 就是因為有一些熱氣噴出來 令到北極圈出現一個 叫做水雲的東西 就是cloud 變成這樣的話 就正正這個論述 就證明到北極圈出現一個地洞 他沒有說南極的 但是他說北極有一個地洞 你怎麼看 其實你剛才說的一堆東西 反而令我想起另一件事 其實反而像是證明有一個inner sun 是嗎 你可以這樣看 起碼地裡面一定有熱 因為你有熱氣噴上來 你才會造成 剛才你說的water cloud 那個情況 沒錯 問題是熱氣噴上來 很自然你旁邊的冰會溶 自然就會有個洞 好了 那你就想一下 到底下面是熔岩 還是有inner sun 對不對 如果你說是熔岩溶到 OK 也是這樣 但問題是如果你是熔岩溶到 理論上的底部應該會慢慢融你 你沒有東西隔著它 沒錯 但如果你用inner sun 又不是這樣說 絕對不是這樣說 你有個洞 不就是偷出來的位置 讓你射熔 隨此之後 你會不會有其他故事 有機會有人進去 或者看看裡面是怎樣的 有沒有就沒有人知道 但我有一件事想跟大家分享 亦發生在1968年1月 就是什麼呢 有一間美國的石油公司叫TG 有一個洞察隊 在土耳其西部 掘了一個大洞 270米的大洞 這樣也不是很深 人類科技很深 人類科技很深 270米 270米 你記住一個人是米幾 即是有200多個成年人高的人 九十幾樓 沒錯 那是怎樣呢 那些工人 轉探下去的話 他發現到 這個也是蓋住的 發現了下面 有一個地道 地道就是怎樣呢 有5米高 1.5米闊 是非常光滑 基本上是人造出來的地道 而且地道裡面 好像地下的迷宮 完全是 基本上 是很大 亦都不知道去到哪裏 忽然之間 看到一個 這個又不同了 就不是一尺 又看到一個 4米高的白色的人 就來走去 當然當然是害怕 就趕快走 走 之後呢 就告訴公司 公司也都反映了 給一些所謂的政府 或者有關部門 之後呢 這件事呢 也是不了了之的 4米高的巨人 是 我有一個類似的說法 是嗎 講來聽聽 有一個叫Olaf Jensen 的人 他在航海 經常找到一個地道 於是他就進去 其實他們本來是遇見海難的 但有一班人救了他 在地道裡面 又是看到巨人 你剛才說4米高 這裡的描述是12呎 差不多 差不多 他就說這個人是超級friendly的 蛤 又會去款待他們 對他們好好 聊天 有屋給他們住 有衣服給他們穿 有食物給他們 他的描述很頂響 你說到隔離輪舍一樣 很頂響的嗎 就是 他呢 給他們提子吃 OK 即是地面見到那些樣子 不過這樣 提子的尺寸 就是Adam你身後那盞燈那麼大的 不是吧 像西瓜那麼大的 這些是GM 可能在下面GM完才會小 OK 好 這是很大件的提子 描述裡面的人 其實對他很和愛 也都很歡迎他 繼續住下去 沒有說你地表人 我先趕走你 或你這麼小 好像不是我們這種類 他說不要這樣做 這個人就描述 我在下面和我的 crew 住了一年才離開 而離開的時候 那些巨人都是寬送他們走的 由始終都是friendly 還有我林澤宗的時候 就跟他說 喂 我會 provide protection 給你 直至你出回你的地表 這個就和你的故事 其實都幾不謀而合 真的幾不謀而合 話說回來 雖然我們將來有個節目 叫做不謀而合 但也是幾不謀而合 又聽到 我剛才講過一件事 就是地下 剛才也講過一個北極的東西 我說南極 南極是好笑的 1947年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沒多久 有一個美國空軍的少將 巴德 叫做 去做一個所謂的 里程碑 里程碑是甚麼 他嘗試 在單引擎飛機 嘗試飛越南極 當然這個任務非常危險 間距 因為沒有衛星 沒有GPS 也沒有GPS 只是靠撞斷鼓 他低飛的時候 又遇到一個很巨大的氣流 就是差點撞機 之餘 那個情況 就是他見到 又是好像北極一樣 有一股熱氣 是很熱的熱氣 他說熱到基本上 你在空中的 萬多呎高空 肯定是零下二十幾度 零下十幾度 一定不會是熱的 他就說熱氣 令到飛機 非常之不穩定 之餘 他看上去 見到 就像剛才說 有一些 叫做Water Cloud 的東西 正正 亦都是 跟剛才我講的 在北極發生的事情 完全是 不謀而合的 究竟情況 是不是真的 好像剛才我這幾個 Story 這樣說 咦 是不是地球空心論 是真的有些事情 甚至乎 現在想帶出來 讓大家聽眾聽的 這件事 不是地球空心論 那麼簡單 原來發覺 這件事 在地球某些地方 有些動月 有些地動 是可以去到 這個地心 會不會說 是去到另一個世界 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我自己本身 剛才Chris在那裡說 讀書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地球實心論 大家都知道 不要太傻 難道地球空心嗎 但在這個情況下 我看這麼多資料 發覺 我做這一集 我又覺得 咦 好像似乎層層 還有他們描述 其實有些 如剛才所說的 巨人 他們也有說 裏面 其實他們也有個太陽 Innersun Innersun 他描述得很好 他叫Smokey God 為什麼說Smokey 就是 那個太陽 其實很弱 很小 不是我們現在看到 地表看著 那麼大 沒錯 你也說 怎麼說它是Smokey 就是出煙 就是 好像袖式 那樣 熱力不是很厲害 不過它有 它有 它足夠令到它 到處暖化 但是它又不會這麼短 它會射死你 因為你知道 那個光線 地球的半徑 跟我們地球距離太陽 那個不能比 如果我們以太陽的熱力 用這個半徑 我們笑死了 但是它又說 不是 那個太陽就好像 袖式袖式 不過 有足夠的陽光 令到 周圍是暖和 另外那個描述很適合 就是他們說 四季常青 為什麼呢 喂 你不能打斜 又不能攻轉 你的地球 即是說 它是一個圓心照出去 即是整個圓 不能叫圓周 圓面積的位 即是全部都射到 意味著什麼 沒有四季 對 一定是夏天 那你進去一定是四季常青 咦 今天也是這樣說 如果聽你這樣說 就是 有些所謂的 他們的地心人 用葡萄去招呼他 如果是四季常青的話 Yes 長期當做 對 但是長期當做 會不會 好像足球一樣大的 葡萄 剛才Christielle 正在形容我旁邊 有一盆燈 那盆燈比足球小一點 我想應該是三號至四號波 你想想 三號至四號波 一粒葡萄 但是同樣的記載 在聖經上是有的 是嗎 是的 當以色列人進去加南 看到加南城裡 很多都是巨人 他們進去做探子 那幫人把農產 拿出來跟以色列人說 其中一個抽出來 就是提子 但是他們不是用手抽的 用什麼 是用單挑 綁提子上去 兩個人抬出來 這麼嚴重 咦 真的有幾次 而且聲音有描述有巨人 所以 現在這個世界 我們見不到巨人 但是問題是 有些考古的人都會說 我們掘到骨 尺寸的尺寸 不對勁 五米高 其實會不會是 曾經起地表 而真的有些種族 或者有些品種 看到地底 原來都可以 沒錯 聽開我們的節目 也會知道 其實我們 譬如我講一些 地下物室 Bunkers 地下雕堡 各樣東西 甚至連帶到UFO 就是Dowsley Base Area 51 或者是 羅茲威爾這些 其實很多時候 現在很多人都在說 其實地心 是不是有些 我叫做外星文明呢 甚至有些文明 是我們不知道的 跟過這一集之後 又好像越來越象徵 對 又可能會不會是 一些分枝下去 可能本來都是我們 大家的地表 沒錯 然後有些分枝下去 跟著它發展他們的文明 我們發展我們的文明 那也是 我想問一下 剛才你Off mic的時候 你好像有一個故事 你想分享給大家 這個故事是你剛才描述的上象 咦 就是那個上象 對 其實它的描述 是很詳細的 你告訴我 因為這個 因為我有很多故事 我看回這件事 上象這件事 就有幾個故事 我覺得是幾個 比較上有趣的 原來你的故事 就是上象的故事 對 因為可否想很清晰 可以不可以更深入 我比較上 那小一點 不要這樣說 很 brief 去講這個 上象的故事 那你可否告訴我們 究竟那個上象 也是南極那件事 對 也是1947年的這件事 沒錯 它飛過了極位 我看到有一個洞 因為有熱氣的關係 其實它不太控制 它掉下去了 它飛下去 飛一下之後 其實它有報告 但是你知道 那時的報告有多厲害 是無線電 無線電可以去到怎樣 很快就失去聯絡 它飛一下之後 就有幾架飛行器 不要叫機 幾架飛行器 就跟它一起飛 那就接著它降落 咦 在我這邊 就沒有任何資料 就是接著它 它只是說 天氣不穩定 氣流有問題 就令到它的飛機 是很難控制的 其實 因為它知道 那本日記是被政府禁止它 去Publish 這樣就厲害了 即是你現在拿著它 用這本日記 其實現在已經流通到 大家可以找到 對 它飛了進去 進去 有幾架飛行器 就帶著它降落 我想問一下 這是什麼飛機 它無法描述 那些不是飛機 那些是像飛碟型的東西 又是飛碟 它的描述是這樣的 對 那它降落了 正常都被捱底 不知道是什麼地方 但它描述的是 它一飛過那個洞 進去之後 它又看到 在我資料裡 又看到一個大洞 就是又說 對 它只是說明 一去到那個位置 溫度不同了 進去之後 是溫暖的 大哥 你在北極 不是南極 走進去 溫暖 這麼大洞 這個溫差 真是頂人 好了 它降落後 有人迎接它 又不是挑戰它 亦不是說 那些人就跟它說 其實 我們是地生文明 大家都是同出一切 以前因為有什麼天災 或者戰爭的關係 我們就下來了 現在你住在外面 我們住在外面 對 而且你在科技的時候 太失敗了 你現在在做的事 我不知道幾年前已經在做 好了 然後就款待它 又有東西吃等等 它就說 看到很多動植物 在地表上見不到 對 它沒有描述 沒有一個很詳細的描述 說雲雷花是怎樣的 那些動物是怎樣的 它沒有很詳細的 但它就說 在地面我沒有見過 起碼我見到的 不是獅子老虎 它是說是看到植物還是動物 兩樣都見到 裡面有植物有動物 是地表上見到的 於是相處 那天很厲害 就直接跟他們說 我知道你是政府的人 那時不時 我們都會派人們上去 看看你們做什麼 為甚麼呢 就是你們這些傢伙 現在用核武 用核武很危險 你炸了上面 我們這裡也很麻煩 所以我們要密切監控你們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會不會真的 好像外星文明 在我們的地心 特別是在住 你想想另一個問題 其實是不是真的 外星文明 會不會是地表 有一班人進去呢 換句話 你覺得 大家聊聊 之前我們有說過 我們地球人 是不是一個移民 甚至乎 剛才我也有提及過 在一些 冰河時期 或者大災難 以前幾萬年前 那些很大的災難 令到有一些所謂的生物 生命體 叫做地表 叫做地內 現在變成下面 說真的 地表現在冰天雪地 你找到一條隧道 一走進去 裡面溫暖的 真的誇張 你當然是不出來 是吧 沒錯 難道是暖風機嗎 所以我看不到太陽 我看不到太陽 我看不到太陽 有東西吃 我不需要打獵 但他不是真的看到太陽嗎 對 他有說看到太陽 不過他講了一件事 極光 有一個說法 是因為那個 射出來的光線 變成南北極有個洞 那就是極光 他就說不是的 極光不是因為裡面的太陽 但如果你是一個太陽光 他就不是會散射出來的 是直接射出來的 對 就是一個光線 所以他這個描述 其實反而是吻合的 所以他在裡面 就被人告訴他 你回去就說 不要搞那麼多核武的東西 我們有看著你的 因為你們的滅亡 我們都滅亡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 所以之後就送他回去 回到美國 第一件事要做什麼 上報 除了上報之外 他原來已經談了書箱 我要publish 將我見到的東西publish出來 待會他上來就說不准說 然後書箱也說 政府說不准說 他有沒有被自殺 他沒有被自殺 但是他的東西出不了 這件事很害怕 但問題就是 除了這個 還有我們剛才說的幾個故事 有些人看到巨人這些 其實是否意味著 我們不是這個 星球上唯一的主人 一個唯一的主人 一個唯一的品種 會不會有其他品種的人 或是我們其他分支的同類 在裡面 甚至乎是我們的祖先 亦都不出奇 對 所以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既然他們說到有密切監控我們 會不會 其實 好像我剛才所說 為何飛機要避開洞 對 很奇怪 因為我不知道 我們的聽眾 熟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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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航空的事務 大家清楚 一件事 北極南極 就是當你飛到某個地帶 其實他們要比較迂迴去飛 對 要兜過 對 為什麼呢 當然 官方的機構 可能就是某些天氣的現象 甚至乎是自然的事 或者他們說 你飛機要自動 導航 你飛上去 機師不用開 會不會就是 我們用磁極去引你 如果你飛到中間 就會出事 但是很有趣 如果你留意 有人做了一幅圖 就是那些航班 那些飛的距離 OK 它真的剛剛好 有一個圈 就不進去 全部都是在旁邊過的 唉 為什麼我們要選一集 我和Christy 我們兩兄弟 為什麼要選一集 去說這件事 就是我想帶出這件事 不是地球實心與空心的問題 其實背後我想帶出這件事 究竟 其實當然 如果你是實心的話 我們說的就是廢話 全部 We are alone 不要說外星 起碼地球上 我們就是唯一的霸主 你看到下面 就是只有岩漿 什麼都沒有 甚至乎地核 但如果 Adam和Christyne沒有說死 一定是空心的 但我們說一些故事 或者我們看到一些東西 我們就想分享給大家 不是說地球實心與空心的問題 只不過我們用了地球空心論 這件事 帶出給大家 就是說 究竟有沒有我們地球 地球裏面 究竟有沒有我們的地底的文明 甚至乎有些生物在住 這個是最重要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思量一下 再找一下 其實我對地球 我很有興趣 你知道 我在主流媒體 我也有說過很多 譬如DIA 地下碉堡 各樣東西 地下物室 各樣東西 其實地下 你也知道 我們地球的地表 好像Christyne說 地表都這麼大 那裏面 我想也不會太多去變 對吧 所以來說 我會覺得 你們如果有什麼興趣 再去找一找資料 在網絡上各樣東西 希望 可以給大家多一些不同的角度 去看一看 某一些事件發生 為何打入陰謀背後的其中一個主題 就是因為我覺得 這件事都很有陰謀 就是要避開來飛 除了就是 為何你在那些教科書上 我是要教你實心論 我不給了兩個你看 沒錯 甚至乎 為何有這麼多人覺得 德極也好 藍極也好 有個洞 甚至乎 剛才我分享了 一些一千多年前的故事 你當可能是假也好 真也好 有些小矮人 這個就 不得而知 大家都可以想一想 不過不覺得 陰謀背後 第八季 今天就是 第十二集 是嗎 我們今天寫了兩張照片 和Crystelle拍的照片 大家都覺得 不要停止這麼久 我想跟大家說 這次第八季 打喉過 我們會停止一年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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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應該不是應該這一集說 應該是下一集說 第十二集 下個星期還有 還有 沒錯 下個星期什麼 題目 都不告訴你們 很棒的 很棒的 這個題目 今天晚上的時間 差不多了 也很感謝大家收聽 這個節目 我們到下星期三 九點正 繼續和你陰謀背後 謝謝 拜拜 拜拜 我們到下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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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將出來